賴副總統 他說 正在規劃用核電作為緊急備用的選項 打仗的時候 電力中斷怎麼辦 他說用核電作緊急備用的選項 我要請問部長跟院長 這件事情現在是不是還在持續討論當中 打仗的話 電力中斷是不是還是用核電 你知道嗎 能源政策已經不是我們在立法院在野黨關心 我相信執政黨也很關心 產業界也很關心 美國商會也很關心 要做AI 2028之後 不可能到2028 光是做一個電廠 也要花五六年的時間 光是做一個AI的企業投資 可能是一個AI的數據中心 它是花20億美金 我投資 如果是我 我投資一個上百億的產業 我要放在台灣 我就不可能讓我的產業不確定性 所以穩定的供電 穩定的電價 它是最大兩塊 也是美國商會提到最重要的兩件事情 所以我如果投資20億上百億 AI產業放在台灣的話 我希望它是一個長久 可以讓我留在這邊的地方 50年前的政府有這個智慧可以看到台積電 我也希望卓政府 賴政府可以看到台灣未來有一個穩定供電 你沒有穩定供電 人家就是不來 這是很現實的問題 所以台灣的電足不足夠 讓產業界放不放心 我知道你們有你們的說法 但是至少美國商會 台灣的民眾 大家都對於台灣供電到底夠不夠 不要跟我講2030夠 2030之後難道不關我的事嗎 難道不關賴清德的事嗎 我相信這不是你的態度 我就不要問你 但是我想你一定知道 用電很重要 供電很重要對不對 我當然了解委員的擔心 但是我們也有我們的方式 你要說得輕鬆 因為你現在說的方式 沒有辦法說服大眾 院長你現在你的說法 沒有辦法說服大眾 不要說台灣對於桃園輪流供電小琉球在停電 連美國商會都對於你們的綠能 接下來核核三不能研議 大家都想說到底電從哪裡來 我投資一個上百億或20億美金的AI公司 但是2030之後電不知道在哪裡 人家當然會覺得我到底要不要投資 所以郭部長來自產業界很清楚 2030年部長是經過詳細的計算 他也對供給詳細的掌握 他不能只看到2030年 他要看到30年之後 50年之後的台灣 你才有辦法把這些5個到6個 還不止5個到6個 我們希望產業有群聚的效應 多一點都留在AI的產業全部都留在台灣 這才是我們的驕傲嘛 才是我們的護國群山嘛 對不對 院長你了解我的意思 請部長說明一下 那 等一下 因為我的主題在下一個 院長 今天我關注到去年 總統在選舉的時候 他到台大去參加校園馬拉松的論壇 他有學生提到說 打仗的時候電力中斷怎麼辦 他說相關單位 他當時是賴副總統 他說正在規劃用核電作為緊急備用的選項 打仗的時候電力中斷怎麼辦 他說用核電作緊急備用的選項 我要請問部長跟院長 這件事情 現在是不是還在持續討論當中 打仗的話電力中斷是不是還是用核電 你知道嗎 第一個我們希望那個前提不會發生 我也不希望會發生 但是備戰你要有必要 現在還在備戰狀態嗎 核電作為緊急備用選項 這個是賴副總統對學生說的 在台大說的 當時核三場的運作是正常在運作 在現在我們面臨核三場要除役的時候 那我們必須面對現在核三場一號機要除役的問題 所以就不是核電了是不是 我現在要確認這個答案 打仗的時候 因為這是我現在問你是賴副總統不是我講的 是 我也知道核電廠除役是法定的年限到了要除役 如果要研議的話 它必須經過一個安全檢查的程序 這個程序是三年半到五年 這個時間是不可以發電的 打仗的時候電力中斷呢 電力中斷的話 三年半到五年是不可以發電 這個核三場的一號機 所以也就是說 所以也就是說 院長 那我就接著你的話 也就是說 核二核三已經停役了 所以如果打仗的時候電力中斷的時候 我們也沒有所謂的核電機組做緊急備用的選項 這個選項已經不見了 我們現在所有的電力 我們盡量維持它正常的運作啊 我知道啊 我現在不是問你 因為當時的台大學生說 如果電力中斷怎麼辦 所以當時的賴副總統回答說 有 我們是要把核電做暫時備用的選項 所以我是拿當時賴副總統的話來問你們 所以你現在回答我的是說 核電已經不是選項了 如果經過了安全檢查 它還是一個可以用的話 那也許是一個選項 但目前這個程序無法開始啊 所以要三年到五年 因為停機要五年之後啊 整個評估還是說 你有特別的程序還是說 你的全體是三年到五年會國家會緊急 但我們現在狀況 這個 好 別忘了 我知道核二核三平基有它的SOP的標準 但是面臨打仗特殊的狀況程序 有沒有特別的程序 我現在就問你這個問題 當然是國家會有準備的啊 什麼準備 就是對核能你會有別的準備方式 這三五年當中 核三廠 高核二長要運作來發電 目前看是沒有 在法律的限制下是不可能的 我知道 我尊重 我尊重 但是這個賴清德 那如果打仗的話 對於暫時打仗時的核能用電 你們的準備方向有嗎 我只問你有沒有 如果說 它能夠經過安全檢查 那是未來的問題 所以我們有句話說 未來的問題 來解決今天的問題 是有點困難 我不希望打仗 但是它有可能是 是進程的問題 院長 它有可能是進程的問題 所以我才問你 選項 它還是選項嗎 那如果是打仗的話 你剛剛講說三五年 對於核三好了 核三的 這個打 它把它當作 打仗時的備用選項 你們的程序是什麼 依照核三場 它現在到七月二十幾號 它必須要 我說它不行 依照我們現況是不行 打仗 你會不會有特殊特別的做法 面對打仗時期 有啊沒有 緊急的情況底下 國家的準備 當然是有的 核三是選項 核三三五年當中 它不可能發電 所以打仗時間 它也不會是選項 它沒有辦法發電 怎麼會是選項呢 它是先停機 然後檢查 時間到它就必須除役 除役五年前 所以你現在講的 就是它不會是選項 所以當時我覺得 賴副總統它不應該 依照法的規定是如此 那它當時就不應該 在台大跟學生這麼說 因為它非常清楚 核二核三 身為副總統 因為你的前提是三五年內 三五年 在未來的核能 有新的核能發展的時候 那是又另外一種討論 未來那是未 那個是未來 我剛才一開始我就提了 一個核電發電產生 委員的前提是三五年內 會打仗 那結果我們覺得 這應該不是現在 我當然希望不是 但是我是說要備戰 所以我才問你 所以我才問你 隨時都要備戰 如果斷電力中斷 從現在的發電機組 發展更多的綠能 這個都是備案之一 可是我們發展更多的再生能源 這都是備案 院長 我很不希望 因為我們都熟悉彼此非常久 我都覺得 只有問題回來 我也不是在刁難你 我只是不希望發生打仗 我更不希望發生電力中斷 但是這是去年 賴副總統在選舉 跟台大學生的回應 那我也很憂心 萬一真的打仗電力中斷 我們的備用電是從哪裡來 所以我不知道你們的準備方案是什麼 我就幫國人所有的產業界請問你們 打仗萬一電力中斷 你的備用電是 它不一定是三五年以後 它有可能是進程 它有可能是明年後年 我不知道 當然我不希望它發生 但是你們解決的方向 顯然是還沒有準備好的 有準備的 當然是有準備的 那就要對國人說明清楚 那這個是我的第四個問題 那最後一個 部長跟院長 前一陣子 部長有提到說 未來要讓台電自負盈虧 不再撥補 這個政策到底是不是 行政院的政策 也是賴總統的政策 台電要自負盈虧 各部會要自己回到撥補 除了穩住民生跟小家店用電 未來大戶要讓他們自己去調整 要調整電價 這到底在電價部分是不是 賴政府 做政府的方向 先請部長說明 報告委員 這個電價的部分 由這個電價審議委員來決定 所以這個 這部分是有法的規定 沒有啦 這個 但是這個是你講的 未來要讓台電自負盈虧 未來撥補的部分 這個就未來要多調整大戶用電 然後讓這個台電自負 這個要講求成本 你講求成本效益 在民間企業 我覺得有你的邏輯 但是 這個是不是未來整個政府的方向 未來各部會 醫院就由衛福部自己補 學校就由教育部自己補貼經費 然後 未來就是多調整大戶用電 因為這個政策 你有沒有跟習政院討論過 院長 你知道 你知道部長講過這個話嗎 沒關係 來來來 我先問院長 沒關係 來來來 部長你不要佔用我時間 你一直講 主席時間暫停 我會不會拜託 我會拜託院長 我剛剛說過 我們請部長 跟很多的隔員進來 希望他用企業管理的精神 來管理政府 讓我們更有效率 但是我想問說 因為這個政策影響非常大 所以我想知道 這個是不是 未來的整個用電的整個 不再補 是 如果他提出的管理的方式 可以讓台電 經營的好 那你知道 你知道這個政策 那現在這個 他提出這個方式 我們還沒有經過 很深入的 具體的討論 但他的想法 我能夠理解 他要用企業管理 來管理台電 這個方向 絕對是對的 能達到什麼樣的程度 讓台電在企業效率上 能夠做到更好 這個他必須大家共同努力 院長我知道你要講什麼 但是我覺得 台電 來自企業界 就是成本自行吸收 這個我清楚 他的邏輯 成本 重視成本效益 我是清楚 但是台電肩負著國家 不合理的能源政策 買電買得很貴 有很多過去的原因 我就不再提了 不是不合理的能源政策 國家發展綠能的政策 包括綠能我也支持 但是包括未來用電大戶的調整 對於整體的經濟影響 也會非常大 這個你們自己去決定 但是從央行那邊 他根本都不知道 你要調整這件事情 所以我覺得 一個沒有很成熟的政策 都丟出來 其實是非常危險的 所以 我不知道 部院長到底 未來的電價還是以穩定民生的用電 為最大的原則 優先 那大用戶多負擔一點 我想在整個社會的觀感跟公平性來看 也應該是正確的 好院長 我最後一個問 今年九月電價到底要不要漲 因為你上個禮拜 回答其他委員說 朝向穩定的方向 到底要不要漲 當然是電價審議委員會在處理 但是 行政院會 經濟不會送一個版本 審議委員會只是同意或不同意而已 到底九月份要不要漲 因為院長 這個一漲 央行可能又要升息 因為通膨會起來 央行都好緊張 所以 這個影響通膨 全國很嚴重 你的薪資今年漲三四趴 全部人民實施薪資 全部都被吃掉了 所以實施薪資總薪資是倒退的 所以一漲影響非常大 所以到底會不會漲 到底會不會漲 到底會不會 那你送的版本 到底會 到底會不要漲 到時候會經過 社會條件跟專家的 電價審議委員會做最終 那你會不會送 你是要穩 你是副長 還是共長 還是要讓他漲 經濟不會送版本 那是議員會 原格版本 他是支持 他是支持 或不支持 yes or no 而已 你現在 要這樣 這個禮拜不是說 朝向穩定的方向嗎 這個禮拜我問 當然是朝向穩定的方向 因為3月9日 檢討是固定的市場 但一定是朝向 沒有方向 所以朝向副長 朝向副長就對了 好 謝謝 我們 時間大了